陀佳先生 古人住宿里的很多 讲的很多 不好懂 我们将它深入 前书 我说了少个字 早年 在国外洪法 常书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我说了少个字 说了五种子去 真诚 是菩提心的本体 真诚就是真心 真诚到极处 我们要用这个心 用这个心生活 用这个心工作 用这个心待人久 这就真法了 阿不是口里说的 是要落实 阿真诚心 用真诚心对自己 就是 清净 平等 自己常常保持这个心 清净 清净 平等 正确 对别人 对一切万物 慈悲 无缘 大慈 慈是帮助他得路 没有任何条件 阿 悲是救护 他有苦有难 我们要帮助他 利苦 同体大悲 无缘 大慈 没有条件 为什么 我们真正明了 自他不二 自他一如 自他一体 要有这个性 这个性就是佛性 佛之所以成佛 就靠这个性 我们这个性跟佛性不相应 所以怎么学 也学不像 这个不能不知道 那谁怎么对自己 怎么对别人 那对自己不能慈悲 要清净 平等求 对别人 不用清净 平等求 真诚 慈悲 所以 当中 清净 平等求 自受用 真诚心的自受用 啊 慈悲 是真诚心的 他受用 怎么对待别人 怎么对待一切生物 动物 怎么对待花草树木 怎么对待山河大地 怎么对待九法界众生 真诚 真诚慈悲 啊 对自己 真诚 情间 平等求 这就对了 可不能用错了 这就是真诚 这就是真诚旧的 明白了 啊 所以 上山所入 这叫善去 啊 特别是 禁宗法门 善去当中 第一 善去门 善去门 很多 这是第一个善去门 为什么 无论什么人 都能进去 啊 只要去除 信 愿 持民 你就进去了 啊 其他的 八万四千法门 叫通途法门 一定要 清净 平等求 才能说进去 啊 没有 真诚 清净 平等求 进不去 所以那个难的 难在哪里 我们习气太重了 习气很不好断 啊 啊 进中 待业往生呢 可以带着习气 到极乐世界 啊 到达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的 加持 我们的习气 不要自己断 自然没有了 这个不可思议 这个不可思议 难行之法了 阿弥陀佛 那是为 入菩提 妙旧之法门 才是 善去门 此门 唯有 发菩提心 上善之人 方能去主 动开 此门 故人 通达善去门 啊 云活 动开呢 这唯有 陈旧 经过 菩萨 群生之 净土法门 你看 最后 归到 净土 动开 大开 这是通达善去门 那 下面说 怎么动开 怎么大开 那这是 阿弥陀佛 无与伦比的智慧 建立极乐世界 那 建立极乐世界 干什么 帮助这一切苦难中生 立刻就能得到解脱 就能够 立一切苦 得救进路 这就是 净土法门 阿弥陀佛 在社方 度佛刹土 戒远 一切 有缘中生 所谓有缘中生 就是能信 能接受这块 真正相信 没有丝毫坏意 那这一生当中 另一个大运 求生前途 我来就是干这种事情 不是干别的 那别的不是我干的 我就干这种大事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